近报消息 蜘蛛侠英雄无归最新预告来了 漫威电影《宇宙新格局》正式打开 全球影迷都燃爆了 预告发布24小时 全球观看量近4一次 甚至远超复连四中局之战的观看量记录 荷兰地都净乎太疯狂了 导恩强森在媒体上都称赞了不起 此次蜘蛛侠英雄无归剧情画面制作全面升级 高能视效场面颠覆想象 此前外界一直疯传的三代蜘蛛侠同况的消息 这次可谓实锤了 遇到片直接承接蜘蛛侠上一集 随着神力客临死前的视频爆出 彼得帕克的身份彻底暴露 众多媒体和抗议人员围堵在学校 画面可以看出 后面举牌的正是抗议蜘蛛侠的团体 随之而来的是联邦对帕克的审讯 理由正式杀害神力客 面对着自己甚至是周围家人朋友 因为身份曝光带来的困扰甚至是危机 帕克企图寻求复仇者联盟其他成员的帮助 然而钢铁侠已经隐落 唯一能帮到他的 就是曾经执掌时间保持的至尊法师 帕克希望奇异博士能让一切都恢复到身份曝光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奇异博士的房间 所有家具都被冰雪覆盖 具体原因暂不知情 奇异博士 施法让所有人都忘记 蜘蛛侠是彼得帕克 然而小蜘蛛在旁边嘴碎的想要留下 MG或者梅伊的记忆 导致了奇异博士施法失败 平行时空的平衡被打破 多元宇宙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实却好像不像画面展示的那么简单 漫画版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剧情 蜘蛛侠为了支持钢铁侠的法案 选择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 紧接着就被克鲁卡还追杀 梅伊更是受到致命伤害 彼得帕克找遍了所有超级英雄都毫无办法 最后逼不得已和恶魔领主莫菲斯托 达成了交易 让一切都回到了公布身份之前 代价就是MG和他们未来的女儿 再不会出现在蜘蛛侠的生活里 这里尤其是联想到胡车上 奇异博士操控火车围住蜘蛛侠 以及后面的一掌打出彼得帕克的灵魂石 奇异博士脸上的严肃暖酷的表情 尤其是蜘蛛侠手上 那被困住的神秘道具 不禁让人联想 这个奇异博士会不会是恶魔领主莫菲斯托伪装的 之后就是平行宇宙正式打开 几位经典反派依次登场 首先登场的这束闪电 应该就是拉菲版蜘蛛侠出现的电光人 电光人是一名电气工程师 本来是蜘蛛侠的甜果 一次意外掉入饲养电异电盘的水棒 获得了可以吸收电盘的力量 后来因故和蜘蛛侠反应 最后更是拥有了元素化的身体 有点麦哈顿博士的味道 可惜没成长起来 被蜘蛛侠引致纽约发电站硬生生撑放 但是根据预告片中的雷电伴随着风放 又有点像神秘客弄出的现象 当初神秘客在登场时 也弄出过沙尘闪电的幻想 毕竟多元宇宙其他世界 已经被消灭的反派都能复活 神秘客再次出现 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神秘的阴影看不清楚是谁 根据身形和怪物的吼叫声 灰色有可能是蜘蛛教授 蜘蛛教授本来是彼得帕克父亲的好友 专研究于跨物种遗传 致使人类肢体再生 彼得帕克把父母留下的方程式给了他 实验成功教授断织重生 但是也变异成了蜘蛛怪人 连人类的思维也慢慢变化 甚至想要用试剂 将全世界人类都污染成蜘蛛怪人 最终被蜘蛛侠 但是这里根据怪物的吼声 甚至推测 有可能是毒液 毕竟在脱避蜘蛛侠世界 毒液就曾经附体过蜘蛛侠 让蜘蛛侠都一度飞化 再加上如今毒液二也即将上演 以此联动到蜘蛛侠宇宙 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能引入毒液系 那么蜘蛛侠宇宙将不可限量 可惜毒液二 因为主演汤姆哈迪吕华事件 毕竟无缘内闭 这冲第二期的杀暴是杀人 杀人出现于初代蜘蛛侠 是杀害蜘蛛侠叔叔的凶手 越浴时意外跌落到粒子加速器 变异后拥有了控制沙特的能力 甚至能够变成土莲素巨人 脱笔版蜘蛛侠世界中 杀人联合复制了蜘蛛侠能力的毒液 一同袭击蜘蛛侠 要不是二代绿魔赶来帮忙 蜘蛛侠就原地去世 这颗绿色炸弹 以及背后诡异的笑声 就是初代蜘蛛侠登场的反派绿魔 绿魔本来是大集团老祖 也是蜘蛛侠的好弟友哈利的父亲 因为使用公司研发的人体强化 事迹获得超强的体能 但是因此也诞生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人格 一套集团的财力 制造了各种高质体装备 可以说是一个类似弱化榜钢铁侠的存在 最后登场的就是章鱼博士 这位博士本来是一名物理科学家 再一次使用机械触手实验室 发生了意外导致了机械触手和神经完全融合 触手可以当作交通工具行走使用 还能当成武器 这里登场的章鱼博士 正是原版的阿尔弗雷德·莫里奈扮演 更让人兴奋的是 章鱼博士登场说的这句话 要知道章鱼博士认识的蜘蛛侠 并不是荷兰地反的小蜘蛛 根据漫威的习性 那么他面对的 很可能就是初代蜘蛛侠了 至此蜘蛛侠宿敌邪恶六人组 除了猎人克莱文未登场 估就在监狱外 已经全部出现 蜘蛛侠3月2021年12月17日 北美正式上映 片名是英雄无归 可能会以悲剧的手法结尾 根据以往漫威预告片的习性 在正式上映前 应该还会有一到两只预告片放出 关注流离 后续有新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放出 大家下期再见